我計算過一條數 我可能寫了差不多兩年 我當作兩年 如果當作兩年的話 我寫了大概一百萬字 你想想我平均每日寫二千 每個星期六天 已經一萬二 五十個星期 我可能四十九個星期 放了三個星期 即是五十萬字 兩年就寫一百萬字 我計算過很可能 除了林恒子先生和曹仁超先生之外 可能我是寫得最多 曹仁超先生因為他今年寫得少 所以兩年的總數可能我比他多 如果林先生放假放多一點 我反正都比他更多 而信報之外 大概沒有報紙可以寫著 給你每日寫二千字 所以我估計這兩年 我是全香港 那麼多報紙寫文字寫得最多的人 我估計可能會有些經驗 剛才我所說的就是我經驗的一部分 因為寫文章你有時間去修改 所以你應該是修改到很… 出到來應該打磨過 結果是很漂亮的 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 自己有失體面 讀者可能又不會高興 所以我覺得無論寫什麼文章也好 你第一個功夫就是要肯花時間去打磨 肯花時間去打磨 我剛好本來拿了我昨晚寫好之後 那些教隊的樣子給大家看 我做了五次教隊 做到一教 二教 三教 四教 五教 到五教 自己滿意 放下我走人 有時我是第四教 就帶著走 在巴士或地鐵上教最後一次 回到他就打電話回來 打電話回報館 然後改這些東西 那麼想花時間 如果我兩千字的文章要教五次 我自己計算過大概要兩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 因為不只是教對 是要跟自己改文 我不是很像那些莫紮特的天才 就寫出來 即時有一篇《曠世巨珠》 不是這樣的 我寫了之後要花很多時間去改改 改到自己真的覺得滿意才想出來 問題就是昨晚我講了午覺之後 今早回來看還是有些錯 還是有些錯 還是有些暗沉 或者重複 甚至有一個大錯 所以說 多少時間都可能不夠 不過你去到某個階段就要丟下去了 唯有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要花很多功夫 去解決一些文字上的問題 有些是你寫文章時有字 詞 句 短 整篇文章 字就不能改 除非你寫白字 通常那些我都不是怎麼改 因為我看完五次之後 最後要給教隊 教隊有時會多撿一兩顆出來 到了詞 那裡就有故事說了 那裡是要花很多時間 要簡化又簡化 因為我剛才說了 寫政論文章是很乾燥的一件事 如果你寫得很沉 別人看了一半就 踩一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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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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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出來 她們都聽了 這裡是幾個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一 二 三 四 十五 十一 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但是你可以將它縮短到甚麼呢 我可以縮短它 他說 似怪論不生 因為他講的說話是一種很奇怪的說話 似怪論 三個字搞定 以前並不是沒有聽說過 不生就行了 就是說二十個字可以變成五個字 你省了十五個字出來 那讀者一眼就立到 一眼就立完了 不用標準符號 就是說用這些方法 你縮短又縮短 讓你真正說政論很悶的東西 盡快地用最經濟的方法推出來 進入讀者的腦裡 讓他去process 他都容易很多 你不止自己寫得容易 他都容易很多 問題就是有時候我們 說話習慣了沉 所以寫出來的時候 第一次就是寫了那二十個字出來 那你再看的時候 再剪輯的時候 那你就要拔出這些東西出來 去改善它 這些例子 我想大家寫了一篇文章之後 你再看一看 其實很多的 我也很多 經常都要這樣改 所以我改五次 為什麼 我又要做什麼 我沒有很想到 我沒有打算